請放鬆的 放鬆是誰在擋走 我全都是多 是男的落手 別遇到我出手 掛別人呼著自己 先把自己的掛乾淨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為什麼我們男生很喜歡 把女生的親密合照然後和朋友分享呢 這題應該是我要問你吧 對啊 發問的人呢 本身 有問題 臉不乾淨 臉不乾淨 臉不乾... 丫頭對運動的自信被全面摧毀了 太快了 又沒有 我的問題 壓力好大喔 槍言歡笑的丫頭 她可以克服跌落谷底的低潮嗎 昨天Lollipop來到咱們黑絲會辣 並且和咱們妹妹展開一場激烈的戀論 面對咱們妹妹辛辣的問題 男孩們似乎有點招架輔助呢 而今天還會有什麼樣更火辣 更犀利的問題 但就這些男孩們喔 我們來舉牌 她講的 你們覺得OK 你們覺得也OK的 就直接YES 不行還是NO 3 2 1 可惡 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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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我保住男性的面子 真的 妳為什麼覺得OK 妳小孩子 就覺得他們不是故意的啊 就不是故意要耍水 你們班農覺得有沒有這樣 有啊 就之前就是我小... 就是國小的時候吧 就一個男生 他就很愛穿這樣 然後就是有人笑 把弄到他整個褲子掉下來 可是要小心耶 穿那麼低在學校 會不會玩脫褲子的 對不對 會 小時候會 那NO的呢 文治 妳也是小孩子 妳覺得漏那麼多不行是不是 因為我... 我有遇過兩個不同案例 案例喔 第一個是 就是我在學校 然後跑大隊接力 你給我穿漏到這裡的 然後跑大隊 你給我穿褲子 對,塞超氣的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抓著 他就穿在那邊跑 對啊 然後結果就變慢了啊 然後就很氣 那男生幹嘛要穿那麼低 而且還穿紅色的 所有人都在看他跑 就很糗 對啊,就覺得幹嘛 剛開始要穿那麼低 然後還有另一個是 我看到人家穿很緊的牛仔褲喔 然後他還穿三角褲 他還把三角褲拉得很高 我就覺得很噁心 好笑喔 好恐怖喔 他手舉起來我就看到了 就覺得不好 好噁心喔 沒有耶 可是他穿四角褲啦 好,應該不穿哪個 他還有一件... 他還有一件那個褲子 對,有一件褲子 還是刻意是四角褲露出來的 就設計就是這樣 那就是比較聳 對 沒有穿好的 好,誰要問你來 來,翔翔來,問一個 也我要問王子 王子 來,就定位 王子 為什麼你不抓頭髮 就不能出門呢 我就覺得這是給人家 一個儀態的表示 如果你就是有整理 人家會覺得說 你很乾淨 然後很注重禮貌 對 譬如說這樣子就是 像你們女生出門 會有一點遮瑕 對 對,你們也不敢素顏 對 不會,我跟你講 我們最講的就是... 你敢素顏 敢,為什麼不敢 我真的最敢 他最敢是素顏 對 好驚訝 你幹嘛這麼生氣啊 你幹嘛這麼生氣 我錯人了 皮膚可好對不對 我透明性少女 你懷疑嗎你 對 我生氣了 卡灘了,卡灘了 好,請進去 王子 我跟你講,這講求就是自然 不是,我覺得就是 譬如說你要出去 還是要禮貌一下,折一下 不,你這個不自然 你頭髮那麼一條一條 然後高得跟什麼一樣 這樣子 怎麼會好看 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這... 不是,留頭髮 大家覺得... 這樣很虛榮耶 太虛榮了 黑眼哥也一條一條 我很高耶 對 說老大 人家吃命 你在旁邊喊燙燙燙的 沒有人在迎勝你啦 去邊邊好好主持你的節目啊 誰知道 另外一點就是抓頭髮 會比較有精神 如果你踏踏的 感覺你無精打采 生病了 生病了 可是你們不覺得這樣浪費 很多時間在上面嗎 多男生這樣一抓 抓一、兩個小時 你們這樣... 所以你譬如說 要跟人家賦約的時候 你就要提前兩個小時 起床一條髮 天啊,這太誇張了啊 兩小時抓一個頭髮 很生氣 他這樣說有道理 我覺得我有一個瘋子 問到我覺得有點衰 對 王子,真的算你衰啦 在便利會上遇到那個瘋鼓翔 真的是有力也講不清 還有什麼比這更衰的啊 誰知道 你們出門的時候也是要打扮很久 每次遲到的一個女生 配衣服啦 他們配衣服超久 我們衣服多得要死 那他們就簡單 就是布料掃 這樣就好了 不是 配什麼衣服 王子,你認了吧 不要配 秀才遇到兵啊 真的 為什麼你們女生要刮藝毛、刮腿毛 刮藝毛、刮腿毛 那是禮貌 我們也就是類似的禮貌 對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禮貌的感覺 可是你們不對 一秒刷完了你們抓多少 抓兩小時 一秒太怪了 一秒刷不完 對 一秒怎麼必是流血啦 終於是 如果妳喜歡的男生跟你去約會 妳希望他抓頭髮還不抓頭髮 我希望那頭髮油膩膩的 妳不一定會有 妳要怎麼吃他豆花 妳要不是代表全台灣女性 說他都不行 那頭髮亂七八糟的 妳要怎麼摸 答應時間已經結束了 好吸引喔 回遇到一個分子 所以抓頭髮來講的話 你們平常自己會抓嗎 會 其實我 我講白一點 就是之前我小 就是在上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每年 每次去上課 我一定要抓頭髮 一定要 因為那時候不能戴帽子 但是頭髮流長 就一定要抓 我還曾經就是因為 沒抓頭髮 然後就是沒辦法去上課 對啊 因為髮蠟用完了 以前都抓鯊魚起 對 直接這樣往中間戳就好了 對 可是你們不知道你們這樣很難看 你們有時候會抓前面很尖 後面都塌的 就像公雞一樣 所以這就是 抓頭髮的問題了 對 譬如說就要拿兩面鏡子 看後面 對 我這不是公雞喔 我這是 好 請坐 我們來舉牌 yes or no 3 2 1 走 哇 哇 這 有過嗎 過了 贏了 謝謝 謝謝 還是 懂我 你覺得他講得不錯嗎 他講得真的不錯 他真的是遇到瘋子了 然後就 他倒楣 對 他倒楣 康哥你也覺得 我覺得抓頭髮這樣還滿有禮貌的 對啊 是不是 公公搶失算 對 王子 算是有人在擠 對 差一點點就要被噴 好險 謝謝王子 好 真是一個瘋子 等一下 玉兔直接問 我想問小玉 小玉 嗨 嗨 努烈 憎恨世界的小玉 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為什麼 我們男生很喜歡把女生的親密合照 然後和朋友分享呢 這是應該...